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亚当熊解说的土豪人生系列第151期 我们这个熊哥是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我们之前假期啊,熊哥是和这个妹子一块去欧洲旅游 那么因为这个妹子也是欧洲人啊,对不对 妹子当导游,给我们这个熊哥带我们熊哥去逛了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跟这个妹子的关系啊,更近了一步 之前呢,我们两个人是朋友,对不对 陌生人到朋友,那么现在啊,已经正式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熊哥也给这个妹子买一套衣服,你看怎么样 是不是很性感啊,这个妹子每一期换一套衣服啊 你看,这是比较欧式的那种衣服 好,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跟妹子关系已经是比较好了 对不对,我们带妹子去我们家的豪宅了 我们这个又买了一道这个别墅啊 我叫你妹的,我按你妹的喇叭 哎,妹子,妹子,哎哟哟哟哟,妹子让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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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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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妹子,哦,误伤误伤,等一下,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赶紧走赶紧走 哎呦,怎么回事儿哦唷,有点危险有点危险,哎,等一下我这个怎么回事儿 出了点问题啊,出了点问题,我这个车子为什么,音箱为什么改不了了,切个电台为什么切不了了,电台切不了了,哇靠,bug啊,我们今天开的是这个狼魔经营的经典款的车,等一下,警察过来了,警察过来找我们了,哇靠,开枪了都,走走走,我们干了什么啊,没干什么啊,哇靠, 走走走,先打个电话给局长,发生了什么啊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情,你看,可以切了,呃,这里这里这里,嗯,刚才是一点意外啊,出了点意外啊,这个开局是有点尴尬,对不对,我们这车子都还没有介绍,我们这个车子啊,兰博经营的经典款的车啊,嗯,具体叫什么啊, 什么呢,他这个名字啊,反正就,那个,SV,SV是什么型啊,不太清楚,反正经典款的车,嗯,好,我们现在啊,先去这个,先去这个豪宅啊,嗯,妹子呢,相当于是第一次去我们的那个,家里,对不对,第一次去我们家,之前啊,是带妹子去干了什么事情呢,呃, 第一期我们是干了什么事情,第一期刚认识是不是,惯了一下这个洛盛都市,对不对,和妹子的第一期啊,是惯了一下洛盛都市,然后第二期呢,我们是带妹子啊,因为妹子是比较喜欢玩车的,所以带妹子呢,又是去了一下这个,呃,地下改装车的这么一个聚会,啊,那么今天终于啊,是要带妹子啊,去我们家里了,对不对,我们这关系已经发展得非常密切了,可以去办一下事情了,我靠, 没事没事,这个车子啊,我们待会啊,就报销了,不要了,我们这车子还是很多的,哇,速度好快啊,等一下,我们今天这个,这个车子的操控啊,怎么回事啊, 哦,我靠,怎么回事啊,为什么会这样,一路车祸好,我们好好开啊,认真开,呃,我们集中注意力去开,我先把这车子修一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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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接下来不会有碰撞了,不会有碰撞了,你看这个加速真的是太快了,对不对,加速太给力了, 诶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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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 对面啊,对面,给大家看一下,在这个,湖的旁边,湖的旁边,然后,车子呢,我们给它停在这儿,天气我先给它调一下,嗯,然后呢,这个视角,这个视角去看一下,这个房子啊,它是这样子的,角度找一下,这样子的,一个豪宅。 好,下车,嗯,这个南部经纪还是很帅的,就看一下,它这个名字应该是叫这个吧,对不对,应该是叫这个,然后SV,这样子,好,不管了,不管了,妹子,怎么样,这边,很多车子,你喜欢哪一台,我觉得,你喜欢哪一台, 就送你一台,这个不错,这个敞篷跑,敞篷跑车啊,可以的,也是经典款的,这个蛮帅的,对不对,好,这台啊,比较适合你,就送给你了,送给你了,来,先带你到这个里面参观一下,包括这个摩托车,喜欢的话也可以拿去啊,哎,等一下,哎呀,哎呀,哎,这什么车啊,我去看一下,这车子能改造成这样吗, 微皮争夺者,哎,微皮争夺者是什么车啊,我怎么之前好像没有看过,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在这个线上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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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妹子,我这个南部经纪去哪了,怎么回事,怎么消失了, 我靠这一眨眼的时间,怎么这车子就没了,灵异事件啊,这个太诡异了,这个,我靠,我看一下,哎,我们的南部经纪去哪了,南部经纪去哪了,会不会掉下去了,不对啊,这是实体的呀,我绕一下,这个地方按理来说,它是个实体的,哎呦, 车子没了,你看,整个都是实体的,车子没了,哎呀,看一下啊,妹子还在这儿,妹子啊,我车都没了,啊,算了,算了,算了,这个车子不要了,然后妹子呢,又要呆在这儿,她说等一下再进去,嗯,好,我们先啊,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,哦,靠,哎,哎,哎,这个门, 穿透门啊,这是个穿透门啊,好好,看一下啊,嗯,怎么说呢,这个,这个别墅啊,好像有点老,为什么呢,她这个墙壁啊,用的一些这个,木砖啊,好像就是,这个石头,这个是石头,不是木砖啊,是石头,就这个石头啊, 木砖的这个墙啊,外观给人感觉很一般,对不对,很low的感觉,哇,这个很一般啊,这套房子我们要不然送给妹子吧,对不对,送给妹子吧,嗯,客厅,有点拥挤,为什么呢,因为她这个,本来可以搞得很大的,她把这边又搞了一个这种沙发在这儿,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,对不对,这边本来空间就不大, 然后那边又搞一个沙发,这边显得就很拥挤了,哎呀,当然我们这个,这边的风景还是可以的,你看,那边就是大都市,背后那边就是好莱坞山,嗯,这也是我们收藏的一台,骷髅摩托车,嗯,然后,你看那边就可以看到这个好莱坞山,风景可以啊, 餐厅也很紧凑啊,你看这边就是直接放在这儿了,对不对,餐厅也就只有三个位置,厨房嘛,还行,厨房的话,嗯,我觉得单个人住这边还可以啊,对不对,给妹子一个人住这也是可以的,给妹子了,这个墙我不喜欢,哎,楼上也很拥挤啊,这个地方就是整体感觉很拥挤,你看, 工作室,然后这边就是我死了,散开式的,然后这边全都是那种,落地窗,也不能算落地窗,这个应该算什么,就是那种全景窗,对不对,全景窗,嗯,空间就是窄,这个,这套别墅啊,空间是窄, 看一下,哦,面积也不大,对不对,浴室, 那边一个洗衣的,啊,总体来说就这样,好像,我们能不能再上去一层呢,看一下,我们出去看一下,出去看一下,呃,我们这个视角先看一下,哦,顶楼是这样的,下雨了怎么回事啊,太阳雨,我们现在下了太阳雨,呃,等一下,我先看一下,我把这个天气调一下,不要下雨啊, 嗯,这个房子,反正怎么说呢,很一般啊,这个这个别墅一般,不像一般,然后这个车子也没了,这些车子就送给妹子了,我们这个整个别墅啊,都送妹子了,嗯,妹子,妹子是这样的,这个别墅啊,反正我别墅比较多嘛,我平常也不住,这个地方就给你住了,嗯,送给你了,走,我们进去这个屋里边办事情吧,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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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,车上也行车上也行车上也能办事情,方便一点,对对,来来来来,快点,来,妹子上车,来,对 嗯,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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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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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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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